在2500多年前的4月8日 印度加皮羅外國的皇后摩耶夫日 在南皮尼县的無憂樹下 生了適當多太子役 即是後來出加成道的佛堂 太子誕生之後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天上天下為我獨尊 意思就是說 我是宇宙最尊貴的國者 我將會趕到一切沉淪生死的眾生 隨即就有兩股水從天上射下 木浴在太子的身上 後來佛教徒每年都會慶祝佛陀誕神 就沿用這個舉行佛慾儀式 佛陀出現在世間為眾生開展新生命 帶給我們慈悲 告訴我們真正的道理 告訴我們如何開啟我們的人生 所以佛的誕生 也可以是畫所有眾生的誕生 在佛聖中誕生出來 慈悲、智慧、光明 同時來到這個世間 我們手持靜水 向悉達多太子 讓木浴的時候 內心應該誠懇觸土 願去除貪欲、分癢、如癡的污垢 令自己的心癢、語言、心意都可以保持結症 並且隨著欲佛的功德 淨化自己的煩惱和陳舊 美化我們的社會國土 轉悟族樂勢 為清淨的佛土 道邪曲 人心為善良菩提 這就是欲佛的真正意義 本年度的佛彈慶祝活動 其實在4月已經開始了 本校有很多位學生都會參加 由佛聯會改辦的佛彈精文比賽 接下來在4月中 我們會舉辦插花班 透過插花這個活動 同學除了可以為分區獄佛佈置之外 也可以感受佛彈背後的意義 而在4月27日星期四 將會邀請各位高僧、佛教界 和社會上的知名人士 政府官員、議員、善信 和我們在中國內地的姊妹學校等 一同到我們學校參加 灣仔佛區獄佛活動啟動禮 一起慶祝佛彈 而在4月28日星期五的上午 我們很榮幸邀請到法音法師 為我們主持一個佛學講座 當日本組也會安排中一至中二的學生 分別在當日上午的課節前往 新禮堂育佛 其他班級的學生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在兩個小息或五線時間 自己去新禮堂育佛 當日也是我們學校的全校素食日 當日全校素食 小食部也只會售賣素食 五線時間 初中學生可以在課室進食素食午餐 校長、老師和高中的學生 會出席在新禮堂舉辦的素食自助午餐 初中學生只要有家長陪同 也可以參加素食自助餐 順帶一提 平時自備午餐的同學 當日也要自備素食回學校 在4月29日星期六 外學校不少的師生 將會在則如沖公園 餵不少的長者、廣島區的市民 舉辦廣島區分區獄服活動 有絕在請拜託 閉嘴 女 ruh 雷 女 摳 一